吃什么吃什么 你每天就只知道问吃什么 马总 马总 进来不会敲门吗 他哭啊 他哭你就随便买几个巧克力 喂喂他不就行了吗 出去 你放心 他不会告证的 这是他的死穴 明白了 你真是饿死了 新加坡那边也真是的 打着电话会议都能扯这么久 饿了 那要不咱们中午就不在食堂吃了 直接去吃水煮鱼 我请 怎么样 好好好 走 好 高姐今天不在 我不找他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你有空吗 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 没谈清楚的吗 不谈一谈你怎么知道没有 现在是午休时间 你应该不会推辞我吧 行吗 你们俩先去吃吧 我聊聊 行 那我们先下去 有事给我打电话 拜拜哦 拜拜 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呀 看来你很会搞公关 要不咱俩也找个地方喝一杯 你说中午吃什么去呢 不对呀 我怎么总觉得来者不慎呢 谁来者不慎 老大女朋友啊 昨天那一出还不够明显啊 你的意思是 昨天她看老大在 不敢发作 今天特意挑老大不在过来的 该找她单挑啊 你说呢 夹在你们中间的第三人 什么意思啊 就是第三者 说通俗点叫小三 清楚了吗 玛丽 如果你是因为高健 事先没有跟你说 你而生气 我能理解 但是请你知道 选择对你隐瞒的是高健 不是我 这么说来 我还冤枉你了 好 我问你一句 如果说你知道 高健没有告诉我 你还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不会 痛快 终于有一点是值得我 麦瑞玛佩服的地方了 但你现在都知道了 为什么我还在高健的公司 看到你呢 因为我的工作 已经走向正轨了 我为什么要因为你高不高兴 而放弃我的工作呢 标准的小三思维 你凭什么说我是小三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小三 证据是吧 好 高健先是瞒着我买了你的二手钢琴 接下来又把你叫到他的公司上班 这些都是事实 你还问我要什么证据 你为什么频频制造我们俩之间的矛盾 我早知道你这么处心积虑 我当初就不该 不该删除我辛辛苦苦准备的英文汇报稿 是吗 知道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几磨 莱瑞我现在不想说这个事 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我跟高健仅仅只是同事关系而已 这话我只说一遍信不信由你 你少来这一套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 这件事情上面 我没有怪我们家高健 他这么优秀 身边有几个女孩子之后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男女友谊 得了吧 我看只不够是一个打死不说 一个争傻到底 简单 你都是一个做了母亲的人了 你就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吗 我告诉你 我跟高健的友谊 根本就上升不到爱情 麻烦你自己有点自信好不好 我是一个有老公的人 再者说了 高健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吃香 简单 你以为你搬出你们家老公 再加上你的三寸不烂之舌 我就会相信你啊 信不信由你 但如果我是你 就算我不相信自己的男人 我也不会傻到 找什么所谓的第三者 来谈判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丢人吗 等一下 既然亲者自亲 那你是不是应该做出点东西 给我们大家看看呢 要不然 你就是一个心口不一的女人 放心吧 会让你看到的 你要辞职啊 嗯 不是 刚刚转正门为什么要辞职呢 这这 我真有点跟不上你的节奏 你 你 没法找吧 别闹 没有 就辞职就辞了呗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出什么事啊 就是辞职嘛 那没出什么事 为什么要辞职呢 我就是想辞职了 我不想干了 行吗 你信不信我能在三个月之内 就找到工作 我 我信我信 信老婆 斗永生 那 那什么那小胖他老婆那 你别跟我说小胖老婆 那时候什么营销 那工作不适合我 我自己找 行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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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我才离开一天 你就给我这个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这是因为玛丽 高剑 谢谢你这段时间引来 对我的帮助和照顾 在你这儿工作我也很开心 之前我是因为莫凡的事情 把自己搞得很痛苦 但是将心比心 即使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也不希望玛丽 把我当成感情上的假想地 因为这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很心碎的一件事 既然我们没什么 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想什么 能不能公私分明呢 为了咱俩的这份友谊 爽快点 签字吧 真的要做吗 真的要做吗 不能不能底下小朋友啊 来 快点过来要比赛了 多大点事啊 非得用辞职来解决问题 现在这工作多难找啊 辞职多可惜啊 我想过了 没什么可惜的 而且我在市场博业 总结了一些经验这段时间 我相信过了这个村 依然会有这个店的 你要那么说啊 也对 反正啊 再熟着那公司的工作啊 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你干得好呢 有人说你是靠关系 你干得不好啊 人还说你是走关系 所以不惋惜不惋惜啊 我就不信了 咱还就找不着一个 比高建公司好的公司啊 我怎么从你这些话里 听出了点幸灾乐祸的 有那么明显吗 老大 昨天你女朋友来找简单了 简单把我俩支开了 可我们看你女朋友 来者不善的样子 我俩就偷偷跟在后面 可你猜我们听到了什么 原来她居然承认 简单当初丢了工作 就是因为她删了 简单的工作报表 什么 她还说简单是第三者 是小三 反正她还说了 可多可难听的话了 她跟简单说 让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简单领走料了一句话说 她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说清楚的 我就猜到她要辞职吧 谁知道她这么快 不是我和可可在背后挑拨 简单这段时间为人 大家都清清楚楚 估计是你女朋友 对她误会太深了 所以才会这么极端 现在就算您消除了误会啊 我估计简单回来的 可能性也不大了 工作室可以再找 可她不能不明不白 就被别人扣上 这样一顶帽子呀 我绝对也是 老大 weet Exciting 杜总 看到玛丽了吗 我打她手机 一切没人接呀 她好像有事出去了 手机落在桌上了 这不是包剑吗 Edward 什么时候有空跑我这来啊 你真是贵人事多呀 同学聚会现在也不来了 找你出来 只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希望你告诉我实情 什么事 整这么厌所 玛丽当当总监之后 她在公司的 我是说 她跟同事的相处怎么样 那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跟这个玛丽呢 只是玩玩 还是把她作为 结婚的对象来考虑 你什么时候看我交你朋友 只是玩玩而已 那行 高姐 有些话呢 我原本不想告诉你 既然你今天先提出来 而且准备把她 作为将来默默的继母考虑 我就不得不说 如果不是看在你高见的面子 我是绝对不会优先考虑 玛丽接替总监一职 为什么 因为无论从能力 还是资历上来看 当时我们行政部 另外一位同事简单 都是最佳的总监人选 只可惜 当时她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于是她就放弃了 原本属于她着身的机会 但是 玛丽接任总监以后 我们这位行政部的同事 简单的生活啊 就再也不简单了 加班接近劳动法的上限 且不说 玛丽还老让人家出差 搞得人家人皮马法 精力无法集中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次大老板来视察 她出了个洋相 不得不引咎辞职了 老同学啊 如果你仅仅是找一位妻子 那无可厚非 可你现在是给孩子找一妈呀 你得三思而后行 我的这番话 且听 且珍惜呀 放心 今天你才那个案子 你得抓紧点 别放心吧 这件事要不得我 好 我也该走了 一想到要坐十个小时的飞机 我都要吐了 小别生新婚了 稍微能面倒给你亲 请勿不易替我相当问好 老大 那我不送了 一路正宝 好 谢谢 我得收拾行李了 赶紧走了 吃点理解 谢谢 喂 老婆 今天的飞机 明天就到了 看起来 想要 我 想要 你们 来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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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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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包箱客人点灭叫你过去陪唱 我这还有一首关没唱来呢 你姐说了 那个客户是我们贵宾不好得罪的 那不行 那大厅的客人也得听啊 你就跟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就去 美女 没有时间啊 这 你认识我是谁吗 请你喝酒唱歌是给你面子 不要让我生气好不好啊 先生您喝多了吧 我认识你是谁 美女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讲道理 你唱一首歌多少钱 我三倍加钱给你好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活动场合能请你放尊重呢 尊重 如果你要谈尊重就不要在里唱歌 你去当大明星好了 出场为好几百万 还没有数吧 我要请这位小姐唱歌喝酒 先生我不认识你是谁 你喝醉了吧 我 放开 请你放手 请你放手 我放手啊 又报警 高剑 好 好了 留官两个小时之后 我就可以走了 对啊 谢谢啊 谢谢 给 高总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 把你弄成这样 这跟你没关系 朋友之间说这些 再见晚了吧 好 今天让你看到这种场面真是 这有什么呀 你凭自己能赚钱 这不挺好的吗 又不拖又不抢呢 很多歌手在走红之前 都在酒吧住唱过 你该不会红了之后 就半点不认人 不给我签名吧 对了 这事你千万别告诉我爸 我爸要是知道 肯定不高兴 叔叔不真的没酒吧住唱 他这么保守 他不能接受 何止是保守啊 简直就是尸骨不坏 行啊 那我们就保密 你得待两个小时 我打电话 喂 黄姐 对对对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今晚有事 我呢 我临时有点状况 要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到家 那个 对 你辛苦一点 还有啊 你几点成这样 你磨磨磨喝吧 对对对 好 那就先这样 你辛苦啊 黄黄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是感冒 我希望他多吸收一点维生素 增加抵抗力 我觉得你们不能 老让黄黄吃巧克力啊 还有那些洋快餐之类的 没给他吃啊 没给他吃啊 我是最反感小孩吃这些 什么素食食品呢 巧克力什么的 没有吗 那我每次在办公室 听到玛丽打电话 让保姆拿巧克力哄他呀 没有 他再 Toy move 可以 绚俇 那 好 好 來 我看看 體溫下來了 對 不到三十九度 絕對不要給她吃退燒藥 放心 你就好好地去工作 這裡交給我就行了 這次出差特別突然 臨時抓你來救火 真是不好意思 你怎麼老跟我說 這麼賤外的話 給萌萌吃點粥吧 不要再吃什麼 油膩的東西了 萌萌 又剩下我們兩個小可憐了 去吧 煮粥的米 在廚房右邊的焦點裡面 冰箱裡有肉松 可以配著吃 醒了啦 人家知道了 對了 你快到機場了吧 是啊 晚餐又要在機場解決了 自己注意安全 拜拜 阿姨一會兒給你交外賣 那家外賣店的粥也超好吃的 不過你要答應阿姨 如果說爸爸問起來呢 你一定要跟爸爸說 是阿姨親自熬的 好不好 真乖 吃吧 給我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可以 不 給我 親愛的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這樣 我只是拿巧克力烘烘它而已 沒有真的想要餵它 這是什麼 怪不得她搞笑都是虧癢 怪不得她感冒上火永遠不會好 你到底給她吃的是什麼 你不知道她過敏體質 你不知道她吃這個很危險 我知道 你不說她 只對海鮮跟陳滿過敏嗎 我只是偶爾拿巧克力烘烘它而已 就給她一點點 就幾次 這 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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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發現了幾次 沒被發現幾次 吃巧克力幾次 吃零食幾次 幾次啊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樣了 你夠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走吧 什麼意思啊 你明知道末末對我的重要性 你竟然傷害我最愛的人 這不就是一塊巧克力而已嗎 我知道了 你根本就沒有去機場 是不是有人在挑撥我們倆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 是不是 走啊 離開 走啊 高建武的辭職HR那邊是怎麼說的呀 因為我想趕緊辦手續 所以你方便的時候給我回個電話吧 謝謝 怎麼辭職的事還沒定啊 嗯 高建一直沒接電話 所以 我明天會直接去找HR 趕緊吧啊 你那個工作的事啊 我突然就跟你問了 很快就會有灰音了 謝謝 你跟我說什麼謝謝你是我老婆 現在你是越來越生疏了啊 我怎麼覺得這話應該我跟你說才對 不是 你什麼意思我沒明白 不用明白 那個也沒什麼意思我先睡了 好 簡單 你以為你是誰啊 在公司跟我搶職位 出了公司跟我搶男人 你還把我給莫莫吃巧克力的事情 告訴了高建 你可真夠狠的 你沒事吧你 我什麼時候把你為莫莫吃巧克力的事 跟高建說了 除了你還有誰啊 我真沒想到你這麼的狠 你幹嗎 喂 高建 我想問問你啊 我現在改主意了 我想收回此誠 想問我還來得及嗎 好啊 謝謝 你瘋了吧你 你到底想幹嘛 我想怎麼樣 我幹我該幹的事 我告訴你莫瑞 我簡單從來都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別得寸進尺 你給我等著 你給我等著 我沒有要尊進尺 你怎麼可以 我快去給我 這意點 我先去給你 我這意點 我先去給你 我把我拿去給你 你把我拿去給你 我拿去給你 好讓她給你 没事 嬷嬷现在怎么样了 她稍已经退了 就是必须吃药再苦苦一下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应该早一点 把玛丽为嬷嬷吃巧克力的事情 告诉你 我觉得应该是我 让你说声对不起 因为说实话 玛丽能有现在的位子 是我帮她找的关系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她会对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没想到高总的人脉 不仅遍及广告业 你连维度中国都有人哪 厉害了嘞 没事 就当是职场的一种磨练吧 对了 什么时候 让职业批准我的辞职啊 你还是要辞职 不辞职那类的话呢 是说给你女朋友听的 是气话 什么时候批准 她已经不受女朋友了 我怎么可能 让这样的一个女人 留在梦梦的身边 这是你的辞呈 我带来了 当初你这么做 不就是为了要向玛丽 证明你的清白 现在她已经不受女朋友了 你真的觉得 你还要这么做吗 还没睡呢 不 我一直等你呢 来 坐这儿 我有话呢 想我跟你说 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兴高的公司 磁虫不都已经递上去了吗 到底还有完没完呀 这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啊 我是你老公 我得知道你在干什么吧 我得知道你在想什么吧 行 那我就告诉你 以后改变主意了 我要留在高线的公司上班 有意见吗 当初说不干的是你 现在出尔房尔又是你 你这是什么工作啊 每天加班 还是背着我跟人家那儿 眉飞色舞来着呢 这姓高的想要干什么呀 人家招着你了吗 一口一句姓高的 他是你什么人啊 你还替他说话 我只不过是在高建的公司上班 跟他在一个公司 你就心里不舒服了 那你当初送那个女人包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我心里舒不舒服呀 送哪个女人包啊 你说呢 那边买包是不是比较划算 我老婆就送包去的 不是 我送人包你 你 你怎么知道呢 就是简单 这事你是不是误会了呀 送包那儿完全是为了答谢客户 这艾玛帮了我这么多 我 我肯定得礼尚往来 我得回馈人家点东西啊 艾玛 叫得多亲呀 她就是那个 开健身房的女老板吧 还有给甜甜买冰淇淋的 漂亮阿姨 那个球杆应该也是她送的吧 你也知道她给甜甜买冰淇淋 她给我送了一球杆 我不能光吃不吐吧 那我得还人情啊 我这包就是还人情用的呀 那我问你还人情 你还人情干吗不告诉我呢 你还人情干吗要瞒着我呢 我没瞒着你啊 我是要告诉你的 你看你看你看 你现在这样子我怎么告诉你 告诉你了你就胡思乱想 我胡思乱想 好 那我问你 她为什么一见到你就没飞色舞的 然后你们俩还打轻骂俏地 走进电梯什么意思 你跟踪我 你 你还跟踪我到公司 我跟踪你 对 我就是跟踪你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你不愿意让我去你的公司了 你说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在 你能让我去你公司吗 浅薄 我觉得你 你太浅薄 你 你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你 你啊 对对对 我浅薄 我特别浅薄 我要是不浅薄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晚才知道这些事 你放心啊 莫凡 我不会跟另外一个女人 分享你的 不 不 不 你什么意思啊 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我也一样 当我亲眼教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跟你说咱俩离婚吧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田田 所以我暂缓了 跟你说这件事情 你 你 你正是什么事了 正是什么事了 就 就离婚 不是简单 这就是你这段时间以来 冷落我的原因吗 这就是你为什么非要 不离开高点公司的原因吗 咱俩结婚七年了 怎么就碰一点事 非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呢 谢谢你还记得咱俩结婚已经七年了 但是这七年里面 一定让你非常痛苦吧 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艾玛的出现呢 你 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 至于吗 疯了吧你 你妈都愿意信任我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你说什么 我妈 我妈 我妈什么时候知道的 不是 她有一次 我跟艾玛被妈妈看见了 然后 我问你她什么时候知道的 第一次出来以后 是 谁 莫凡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妈在最后的时候 都会说 一定要让我回去上班 因为她根本就对你不放心 没想到在她生命中 最后珍惜的院里面 她还在一直为我操着心 你太让我拾疤了 你太让我拾疤了 俊黛 你倒是说句话呀 是啊 说句话 这个婚呢 我是离定了 而且我想过了 孩子归我 房子是他们家买的 我也不想去征 只要她每个月 给我固定的上养费就行 你倒是高风两节 离 离 离 要离婚当初为什么结婚啊 说离就离了 那田田以后怎么办 是啊 这样就苦得田田了 我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那你们干嘛 你们想离婚就离婚 是不是 你们想打孩子 干嘛呀 给谁就给谁啊 你们拿孩子当什么 当纪念品啊你们 你能不能好好说 干什么呀你们这事啊 我有话好好说啊 你能不能有话好好跟我说啊 你说说为什么 为什么就你为什么要离婚 你别问了不能告诉你 我都答应他了不能告诉你 告诉你就怕你这儿 瞎操心你知道吗 你现在你就不让我操心了 你现在你就不让我操心了 你是不是 麻烦我告诉你 你离婚你试试看 我们家祖祖妹妹就没有一个离婚的 你要离婚你试试看你 不是你 你干嘛 你跑是吧你 行你跑 你跑了以后你永远不要回了你 想得出来的你说 好淡淡的家里 你想离婚你想拆脚啊你 你敢你 你想都不用想你 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留在高倩的公司上班 那你当初送那个女人包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舒不舒服呀 送哪个女人包啊 你说呢 艾玛 叫得多情呀 她就是那个开健身房的女老板吧 还有给甜甜买冰激凌的漂亮阿姨 那个球杆应该也是她送的吧 她为什么一见到你就没飞色舞的 然后你们俩还 打轻骂轻地走进电梯 什么意思 你妈都没信任我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你说什么 我妈 咱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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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你 咱俩谈得好 是谈得是不是 咱俩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 咱俩夫妻一场 你怎么就那么绝情呢 现在不是我绝情 是你绝情好吗 好 那个 即便啊 你觉着我跟那个艾满 跟我有点关系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她什么事都没有 那我问你什么叫出轨啊 是上床了就叫出轨吗 怎么说话呢 是 什么叫 简单 你老婆回来了 阿姨 你老个长得好岁啊 阿姨 看老一点啊 阿姨再见 再见 别别别别 你干吗呀你 咱俩换个地方说行 这地方说话不方便 我现在要到游泳园见甜甜 我没时间跟你换个地儿 我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用 我是她爸 我知道你是她爸 我现在就不想让你见甜甜 因为我希望她能够简单一点 她不要掺和进来 你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吧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在我自己还不确定 你是不是还会带甜甜 见她那个阿姨阿姨之前 我不会让你见她的 我会让你定居来看她 是 妈妈 a 是 你看来 我不会了 我 你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